我覺得這個拜登也是蠻高招 因為這個選情 開票之前 其實大家都營造個氛圍 哇 這個紅色浪潮 就共和黨就川普 一定會席捲過來 結論 我先講結論 結論 其實也有可能是共和黨贏 也有可能 只是沒有席來 就比方說拜登贏 拜登最近得意洋洋的 期望落差太大 期望指他們 其實拜登也是裝弱 對不對 然後川普 川普個性就是很張揚 我十五號要在海湖山莊 重大宣言 大家都知道 他要選總統 宣佈 那個浪潮 那個期望指他很高 結論 結論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其實坦白講 川普很收縮 因為狀況是這樣 他們眾院跟參院 眾院是全部要改選 參院是一百席 三十五席要改選 眾院本來大家就談 就是共和黨會拿下 是 大家也不去看這個 大家就看參院 參院 眾院是一百席 三十五席改選 目前約五十席過半 目前民主黨是拿四十八席 就是拜登陣營四十八席 共和黨拿四十九席 那民主黨目標什麼呢 搶五十就好 就再兩席就好 為什麼不用過半 因為有一票是賀錦麗 賀錦麗投一票就五十一票 五十一票的話那就是參院 就會變共和黨拿 所以差兩票 那剩下多少州沒開呢 三州 AZ 亞利桑那 內華達跟喬治亞 亞利桑那現在民主黨 理先 內華達共和黨 理先 喬治亞之後兩個都沒過半 進第二輪投票 十二月二十二月六號 投第二輪 所以變成是說 再怎麼樣 就算最後啦 好啦 這些都讓這個民主黨拿下來 共和黨拿下來 也沒有你川普臭屁的那種紅色浪潮啊 所以你看到最近第一件事 拜登笑了 拜登整個表情有點得意 感覺自己沒有佛腳 第二個對於川普來說 我覺得川普這樣政治人物就是這樣 他 你說韓國瑜我覺得有點像 說他可以把選民情緒拉得很高 可是投資仇恨值也拉很高 然後對立也對立很高 你一個人可以吹兩個政黨票 把共和黨票吹出來 民主黨票也吹出來 所以你看這次選舉 川普原本自得意 兩步走 一步大力輔選後 紅色浪潮來襲 第二步選舉結果 共和黨參眾兩院大勝 最後一步 海湖山莊宣布進攻 二零二十年總統大選 結果這次 抱歉 大力輔選 紅色浪潮確實有 第二步 結果坦白講真的不如預期 跟他落差很大 至於第三步十五號川普會怎麼說 沒辦法說 因為聽說還有他的測試 就直接講說延後宣布好了 因為喬治亞州的十二月二六號才會有結果 對啊 你怎麼弄 你如果到最後是AZ跟內華打 假設都民主黨拿下來 你就穩輸嘛 那如果一輸一贏的話 那就要看喬治亞 你沒有結果 對不對 所以說對於整個川普來說 我覺得這場選舉真的不太如他的預期 OK 那你看到美國其中選舉的結果出來 對於包括美國權力的結構有沒有什麼樣的改變 包括對於美中之間未來發展 將美中其實我們最關心的 其實應該還是對臺灣 就是美中台之間到底會是怎麼樣 第一個 拜登跟習近平之間會會面 會面 白宮也講說 OK 他們也會向我們匯報說 到底他們見面談一些什麼 因為我們一定有關係啊 你們倆要見面談 我當然知道 因為拜登也直接講了 他一定會談臺灣的事 那你們到底談一些什麼 可是老美的軍演從來都沒有停 最近跟美日之間的利劍軍演啊 所有這些 而且有一個資訊跟臺灣一定有關係 我們以前講說日本的半導體 那過程當中曾經被老美搞掉 廣場協議 現在日本要再組半導體的國家隊 他們有看我們的發展嘛 他們知道我們也有國家隊 所以現在日本要組半導體國家隊 未來對我們會有什麼印象 基本上是像拜登這件事情很關鍵原因是 拜登因為就是發現說 他在內部裡面擋住了紅潮 所以在外面就要對習近平畫紅線 所以是拜登親自講 大家最關切是什麼 他開始要跟習近平見面的時候 是條列式的臺灣準則畫下紅線 他又創造一個新的名詞 在國際法上裡面很少出現的叫臺灣準則 他上次在第三次跟習近平通電話的時候 到現在大家還搞不懂 什麼叫臺灣爾古里門 臺灣協議 現在是臺灣準則 一條條畫 那一條條畫出來就是彈開來講 要你習近平說 這跟國家安全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你就不要越界 所以這東西跟臺灣有關 他會要畫出來 然後另外一個的是你要回來看 他就是他這次講話裡面 也沒有白宮和國務院出來講說 他是口誤啦 他是怎麼樣 蘇利文馬上出來講 兩件事情 美國的政策不變 第二個加強威懾力量 所以蘇利文當然就是給我們安心的 因為這個臺灣準則以後出來之後 如果習近平能夠答應 這個情況之下就是只有競爭 而不有衝突 所以臺灣要知道 但是威懾力量要加強 所以美國和日本的利劍演習 他們過去都有過去從很多時候 歷劍演習是針對東北亞 針對俄羅斯 特別是經過真小炮 這一次大規模的移到了日本的西蘭有事 他們叫做西蘭有事 就是我們臺灣 而且這一次是包含在宇納國島 離臺灣最近的地方 最近宇納的地方都要用他的甲車登陸 來陸軍坐在這個情況 另外一個呢 拜登在出來講的時候 因為昨天拜登當然高興 他的CPI降到七點七了 所以CPI所以又降下來了 然後他講說他的晶片法案 美國的競爭力要拉高 所以晶片也會繼續說 那為什麼晶片重要 因為大家為什麼要保臺灣 講實話除了戰略價值之外 因為二十一是其實晶片世界 那掌握晶片大家很在乎 那就像上個世紀是掌握石油 所以日本也在乎啊 如果晶片這樣是一個戰略物質 那日本呢在這個時候呢 過去在三十年裡面 晶片美國的捆龍手下去 那現在美國就希望晶片 有一個全球的重新的分工 那當然最先進的製程 你是跟不上的台積電 所以要把他拉到有一些 但是成熟的製程啊 然後日本的好處在哪裡 日本過去什麼時候 日本能夠很快從戰後崛起 就是他們的五大商社 五大商社合作 其實他們早就有國家隊的一個概念 那現在這八大陣容 再結合起來 那當然你說能夠立刻超越台積電 沒那麼容易 可是日本的優點在哪裡 他是全世界最高的精密專利 先進科技的專利 他掌握百分之十幾 全世界第一名 再過來精密的製造 他是全世界第一名 所以現在如果像艾斯摩爾 或是先進的 以後的製程的一些工具 一些需要的器材設備 日本是可以加入的 再過來日本最強的是光化學 光化學裡面的石科或什麼 日本那些光化學還有先進材料 不要忘了F35 還有美國的七八七 裡面的很多材料是日本做的 所以他們能不能造成說 跟我們台積電並加齊驅 不容易 可是因為他有三十年的聚落 可是他有沒有辦法形成是 在台積電之下 呈成另外一個重大支柱 所以看到台積電會跟日本 也有興趣 因為日本他在高科技裡面的 一些製造的能力 也實在太強大了 OK